各位變態大家好我是魔王 這次要給大家介紹的遊戲就是1943中途倒海戰 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打 1943是Cupcom在1987年開發跟發行的街機射擊遊戲 這是Cupcom早期的射擊遊戲作品1942的續作 但跟1942一樣遊戲雖然是由日本的開發商所開發的 但是玩家控制的卻是美國人要來攻擊日本的海軍艦隊 這是因為他是首批針對西方市場設計的街機遊戲之一 遊戲的名稱參考了1942年6月發生的中途倒海戰真實戰爭事件 各位變態1943當年在街機天是非常受到歡迎的一款遊戲 首先就是在那個時代不像現在 那個射擊遊戲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原因是因為他的玩法簡單很多人都容易上手 再來就是整個1943在設定的時候 他的武器架構系統很簡單 操作也很明瞭啦 所以很多人在玩的時候都是覺得非常不錯的 再來就是如果你的射擊的技術好的話 有的人比較適合玩射擊遊戲嘛 那他就是只要一到就可以玩很久 好啦我們看到我們到了第一關的後半段 就是他每一關到後半段發現敵人的艦隊之後 然後就會降低高度對那個敵人的艦隊實施轟炸 然後各關他都會設定有一個首領 然後每一關的首領都有 就是針對日本的那個海軍艦隊的名稱 就是實際上都有這些戰艦就對了 好啦值得一提的是呢 我們當年在玩的時候啊 街機廳1943的機台上面 街機廳的老闆一定會擺一張就是 每一關要怎麼按才出現武器補給的秘技 所以你只要每一關照著按的話呢 就會出現那一關的那個特殊武器 那魔王到時候也會在那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遊戲頻道裡面 直接把各關的那個秘技貼上去 好啦那我們這樣第一關你就過啦 你看如果你的破壞力是百分之百的話 它在上面會顯現出來 那我們就要到下一關去啦 故事設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區 我們在中途島的外海 以日本帝國的海上武裝部隊為主要的敵對勢力 玩家將辦一名不知名的美國王牌空軍飛行員 為了報復襲擊美國航空母艦的日本海軍 將飛越16個舞台的關卡 最後要機會換遊戲的最終首領 也就是大和號戰艦 好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喔 每一關開始的時候都會在一個傾斜的航空母艦上面出發喔 那其實這個航空母艦是當年美國的那個艦隊在中途島戰爭 那台知名的Yorktown 航空母艦 那它也忠實的把這個部分給呈現出來了 那這款遊戲在設定裡面呢 就是它的平衡度非常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難度也是適中的 那個只要說你就是稍微花點時間 把整個遊戲稍微背起來 要通關破台也不是那麼難 那魔王本來是想要示範一下 怎麼樣就是單打齁 然後不死啊一到破台 可是喔就是魔王已經測試了非常多次 這種就是高技術的那個遊戲影片喔 看的人也是不多啦 所以就乾脆就是雙打齁 按無敵開一開 大家輕輕輕鬆鬆的看一看就好啦 好啦我們到第二關的後半段齁 這裡一樣也就是那個 敵方的艦隊 我們就是簡單的射一射就好了 那在攻擊敵方的艦隊的時候 這裡有個蠻有趣的部分啊 就是如果啊你在攻擊敵方的那個 各關的頭目啊 你的破壞力不高的話 那就必須要重新再打一次 然後你也只能打兩次啦 然後通常第二次的時候 你都因為燃料不足喔就會挫起來 還有就是如果是敵方的那個戰艦的話呢 主要就要打他的劍橋就好了 那像這個是他的航空母艦 那要先把他的甲板給打爆 打爆之後勒 然後再攻擊劍橋 劍橋在被打爆的時候 然後他會有碎片啊 這個碎片也就是 如果 把他也給打壞的話呢 還會有額外的加分 好啦那我們現在這一關也就過啦 加賀集成的破壞力一樣是百分之百 魔王因為用的是雷射啦 所以在打的時候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我們就到第三關去啦 本遊戲一共有16個舞台 其中有11個舞台是對海作戰 各關將會有一艘巨大的戰艦或航空母艦 作為該關的首領 而其中有5個舞台是對空作戰 可以對抗一個中隊的多架次的戰略轟炸機 或是對抗一台大型的重型轟炸機 然後著玩家就需要重拾 擊破他的4個引擎才能夠摧毀他 那我們先說 雅野虎這一關呢 其實跟前面兩關不大一樣 因為他在設定就是 要空中戰齁 我們要打的敵人其實是 超大型爆擊機連3號 然後他馬上就更改成雅野虎 然後這一個部分就是 據說當年在Cupcom裡面 就是有一個女資源 他比較胖 然後就是為了要嘲諷他 就把他的名字 血音給他寫到裡面 所以只要出現雅野虎的話 基本上就是滑架 那魔王在這裡面 因為用的是密集 所以就把那個 平常的武器都變成雷射 雷射雖然他的攻擊的力量很強 但是因為他的火力相對集中 所以遇到如果敵人很多的時候 反而是很不利的 那很多變態就會說 他當年在大河那個地方 就過不去啦 其實是因為你沒有 好好運用翻滾的技巧 因為這一關大河 從畫面正後方出來 敵人會很多 那你就是用翻滾的方式 再翻到後面的敵人的正後方 就射擊位置 這樣子要過大河這一關 也不是很難 所以除了善用特殊攻擊之外 再來就是要善用翻滾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啦 玩到這裡應該到後面 我們就看到雅野虎 就是這一關的網 大型飛機 我們雷射射個兩三下 他就挫起來了 OK 那我們就到第四關 雅野虎集成破壞率 一樣是百分之百 我們就到後面的關卡去了 好 來講到這邊 魔王想要特別介紹一下 卡普空這間公司 其實我們這些老變態 應該都知道 卡普空這間公司 他在出品很多的遊戲 特別是動作遊戲 真的是 出了非常多相當不錯的遊戲 而且他在製作的品質 都在一定的程度以上 那魔王記得過去 就曾經有 看到日本的雜誌 有訪問過卡普空的 就是 首席的執行長 也是創始人 這個石本獻山 然後 在看了他的相關介紹之後 魔王其實覺得是非常敬佩的 原因是因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就是 他所創立的公司 橫跨了非常多的世代 他就有講 他最早呢 其實是在賣 糖果跟點心的 當然就是一開始做批發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不會做生意 後來就倒掉了 後來發現他在賣棉花糖的時候 每一次小孩子都大排長龍 他就發現一件事 也就是啊 商品本身的價值 跟那個 他在使用這個商品的過程所產生的樂趣 這個樂趣所帶來的附加價值 其實是高於商品本身的價值 那就秉持著這個理念 他就投入進去做了娛樂跟遊戲的這一個 這一個事業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除了他自己本身 對於就是 人性的認知 更不同之外 再來就是他在經營的時候 也有他的特殊理念 他一直認為說 我們必須要用最頂尖的技術 做最好的產品出來 但這個東西跟賈伯斯 真的是如出一轍 特別有提到說 在2010年的時候 全世界都很瘋 智慧型手機 然後啊 抽牌式的這種 就是課金的遊戲 也是非常風行的 為很多公司帶來了很多利益 但他個人認為 這種做法 會扼殺整個遊戲環境 於是他就向全公司 交付了一個目標 就是他們必須要回到最開始的初心 也就是專注研發 最好的遊戲 最頂尖的遊戲 於是我們才能夠繼續玩到卡普空 繼續推出這很不錯的遊戲 好來 我們不知不覺 這一關也就過啦 浮上也被擊倒啦 那我們再進去到下一關去啦 玩家操縱的飛機操縱方式 跟當年的1942是一樣的 玩家可以操作美軍的P38閃電式戰鬥機 他的方式也很類似 其中一個按鈕是主要發射武器用的 另外一顆按鈕可以執行兩個特殊動作 可以消耗一些燃料 然後進行全畫面攻擊的Megacrush 或者是兩顆按鈕同時按下 就可以進行像1942一樣 使戰鬥機進行空中翻滾跟閃避的動作 好啦我們一邊玩遊戲一邊可以聊一下一些五四三 王其實先前大概提過 王的人生其實跟一般人其實不大一樣 我有經歷過就是公司從兩個人拓展到變成200個人的這個擴編的經驗 事後再回想這些東西就會覺得 其實一個人在商場上面的事業能不能成功 又發現撐到最後都能夠成功的這些人 他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 必須要具備一個人生理念 也就是什麼也就是我看過很多齁 就是創業然後想要賺錢的 他只要有錢他就去賺 他自己是沒有什麼操守的也沒有什麼理念的 他覺得只要有錢就賺什麼都好 那我後來發現這些喜歡賺快錢的 他最後都撐不久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沒有理念 像我們剛剛前面在講到的這個十本線3 他剛出在1983年的時候創立了卡普通 然後他說他從當初創立的時候就秉持一個原則 就是要用最頂尖的技術做最好的遊戲 然後這個理念其實他在採訪他的時候 他就說了他的概念很簡單 如果你用的是最厲害的技術 對方做不出這麼厲害的技術 那你就贏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他的核心競爭力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不錯的 所以據說在2016年的時候 卡普通光是投資相關的尖端技術 還有開發設施 就投資了將近100億日圓 哇這種天文數字 真的是可以看到 人家在研發上面就花了那麼多錢 所以我們台灣老是說要做品牌 我也看到一大多人家要做品牌 只要拿個三五千萬出來 在那邊幹幹教 我現在覺得都是好笑 好啦那我們這一關也就過啦 我們再到下一關去囉 遊戲裡面的Megacrash是在本作追加的新系統 使用之後會依照場景的不同 而出現不同的效果 使用Megacrash雖然會消耗你的能量 但是可以消除地面上所有人所發射的子彈 同時給予所有敵人不一樣的傷害 這個是Megacrash的功能 基本上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閃電 只限在空中場景 會破得到還熟耳的小型飛機 另外一個效果是海嘯 在低空戰鬥的時候 發動就可以破壞所有的小型飛機 傷害敵方的船隻 再來造成卷軸暫停數秒鐘 最後一種是旋風 使出來之後就可以清除畫面上所有的敵方炮火 遊戲中 戰鬥機的生命值 會以燃料表的方式呈現 飛行中會不斷的消耗燃料 玩家可以透過收集各種能量道具來進行補充 在雙人模式下兩個玩家 在螢幕上重疊他們的飛機的時候 能量條就可以從燃料較多的玩家 轉移到燃料較少的玩家身上 好來 魔王要先說 這個大飛龍這一關 其實他現在講的就是這個空中轟炸機的編隊 所以其實在這一關就是我們要恢復到純空戰的狀況 這一關是在16關裡面相對比較長的 那這種轟炸機編隊 魔王記得就是在整個16關的遊戲裡面 他一共會出現有兩次左右 所以如果沒事而遇到大飛龍的頭目的話 你就要知道這一關要打很久 然後再來就是你自己身上的燃料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純空戰的部分的話 敵人從後面出現的頻率也會變高 好啦 我們也會看到很多轟炸機從後面出現 也會看到伏擊因為他很少 這是第一次他第一次玩1943啦 所以就不像以前我們這些老變態已經玩得很熟了 所以我們在玩的話就是在這一關 只要在這裡中間最下面 然後連續發射武器 這樣連續打一打就過啦 所以這個大飛龍其實也就是這個 很多的中型的轟炸機 轟炸機編隊 我們這樣連續打一打 等一下應該也就要過啦 隨講隨過你看 你看我們大飛龍 脊椎破壞率一樣是百分之百 好啦 那我們再到下一關去啦 好啦 我們現在要進入到第七關 我們的轟炸目標就是一四號 玩到這邊第七關 這遊戲已經將近到一半左右了 從這裡開始難度會慢慢的增加 但說實話跟卡普空初期的遊戲相比 像卡普空早期出的就是像魔戒村這種死變態的遊戲 這種東西比起來的話 1943還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比較需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被很多敵人圍殺的時候 該出絕招就要趕快出絕招 你看就墊一墊然後敵人就全爆了 就是不要省燃料啦 因為你被撞到或是被子彈打到 少的血更多 因為他本身在移動的那個速度是沒辦法改變的 如果譬如說有些射擊遊戲啊 可以靠某些特殊的道具 然後增加自己的移動速度 那麼在做移動跟防禦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佔優勢 但這款遊戲那並沒有 所以這是比較麻煩的部分 那我們就一邊慢慢的前進 然後一邊慢慢的清場 玩到這邊應該快要到後面去了 所以看到地上開始有艦隊了 就應該到後半段去啦 我們說吃到風車齁 我們的燃料就全滿 來看我們就到後半段去啦 基本上這個遊戲在玩齁 概念都是差不多的 那個當年齁 如果要玩1943的話 會跟那個比較會打的同學齁 然後兩個人一組 因為有的人就是 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吃武器啊 什麼時候要換什麼武器啊 然後什麼時候要移動到哪裡去啊 所以如果這個遊戲 如果本身你就是不常玩的人齁 那個跟他合作的話 就是一個自殺 好啦 這個我們快速的掃一掃 這個中頭目齁 過了之後 再來就要打大頭目啦 再繼續往前走 我忘記了以前在玩齁 一開始在玩的時候 以為剛前面那個小戰劍就是頭目了齁 拼命放絕招的北七 以後來打這裡的時候差點死掉 好啦 因為用的是雷射齁 隨便打一下劍橋就爆了 好啦 那我們這一關也就過啦 等一下我們就要進入到第八舞台去 第八關啦 再來值得一提的是本作最大的特點 就是能量系統的採用 987年本作發售的時候 RM的異型戰機R-Type發售了 而後來在1988年 Kurami的射擊傑作宇宙巡航艦2也發售了 歷史上這個時期是射擊遊戲的鼎盛時期 日本全國各地都有狂熱的射擊遊戲愛好者 當時的射擊遊戲 基本上都設定成玩家操縱的敵人 只要被敵人觸碰到就會被殺死 現在看起來這個難度還是相當高的 不過就算是這種射擊 在這些熱門的射擊遊戲裡面 還是有很多狂熱的遊戲玩家 能夠攻克並且通關 但是對於普通玩家來講 這種遊戲的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也因為這樣的設定存在著會讓玩家人數減少的危險 因為實際上來說 普通玩家跟狂人之間的技能差距還是太明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本作的能量系統採用引起了非常大的轟動 通常的射擊遊戲只要被觸碰一下就會死掉 那麼能量系統使得能量在歸零被擊殺之前 可以保持一定的耐彈量 即便新手也能取得一定程度的進步 享受遊戲的樂趣 而本作還可以使用道具來調整我們的能量狀態 這樣更容易平衡遊戲過高所造成的難易度問題 還不知不覺我們已經到達了這關遊戲的後半段 就發現敵人的艦隊啦 實際上每一次在攻克各艦隊的時候 前面都有些護衛艦 我們在玩的時候就是 只能夠把敵人出場的順序基本上都背一背 那玩到第八關其實這整個遊戲已經過了一半了 那各位變態如果就是在玩的時候 玩到這邊應該已經慢慢熟悉了這個遊戲的節奏了 然後在遊戲的最後面 魔王到時候會附上一張密碼 然後這個部分就是 整個1943的遊戲 各關可以打的迷迷武器的密碼 我記得當年的時候 那個接機的 那個接機廳的老闆 都會貼一張這個東西 好啦我們現在就看到這一關的首領啦 基本上也是一台航空母艦 然後就先把甲板給摧毀之後 再把旁邊的砲台給陸續摧毀 然後基本上這樣打一打 要過關的難度也沒有很高 好啦那我們這一關也順利的過關啦 好啦那我們就要到第九關去啦 就看到作戰成功的畫面 飛龍被擊沈的破壞率一樣是百分之百 那我們就到下一關去啦 好來 劇本作的製作人 剛本在他的YouTube頻道上表示 本作製作之初 曾經受到日本國內 右翼團體的抗議 特別是針對遊戲裡面 美國飛機攻擊真正的 日本戰艦名稱的遊戲內容 對方抗議說到 你這樣對得起 沈睡在靖國神社的英魂嗎 對此 剛本在他的影片中表示 從我們的角度看起來 其實這種說法是非常沉重的 在一個由日本人努力製作的遊戲裡面 去擊敗日本的軍隊 這的確存在了一些問題 但當時我並沒有考慮太多 但是作為遊戲內容 要製作成這樣子的原因 他表示如果我們要把這個遊戲賣到海外的話 遊戲裡面最好有贏得戰爭的一方作為主角 但這個策略後來也使得本遊戲獲得了商業上極大的成功 但後來直到本作發行時 就都沒有再發生太大的抗議事件或問題了 是不是看不空公司進行了某一個程度的處理 但剛本表示 當時的他非常年輕 不清楚後來公司到底做了什麼事 但這一次的抗議事件 導致了本系列後來有一段時間沒有出現續作 而且剛本的名稱也從該系列中被除名 甚至在後來的紅白姬一字版裡面 所有原來登場戰艦名稱 就從舊有的日軍戰艦名稱 改為三國之中的將軍之名了 我們現在已經玩到第九關的後半段 這一關基本上是一個空戰關 在1943的這個遊戲裡面 只要是空戰相關的關卡 出現的都比較多是虛構的名稱 這個一樣我們也是雷射射三發 他一下就爆掉了 好啦 那我們這一關也是順利過關 鴨野虎的破壞率一樣是百分之百 OK 那我們要進行到下一關 第十關去啦 來說到1943的製作人剛本幾起 其實他在卡普空這間公司裡面 擔任非常重要的任務 那麼在魔王翻譯他相關的資料跟文章的時候 發現他就是在這兩年有上傳一些 他自己的Youtuber的相關的資料 像在上一關魔王就有講到 他就提到在製作1943的時候發生的一些小事情 他其實還有提到一些他參與的一些遊戲 比如說 除了1943之外 像是世界末日啊 還有麻將學員啊 然後他都有提到說 當初在製作這些遊戲的相關秘辛 甚至於對一些其他他覺得很不錯的遊戲 也有提出他的看法 那魔王覺得他的就是頻道是一個還不錯的頻道 那如果有興趣的變態們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不過魔王要先說 那個在翻譯相關的英文跟日文的時候 有的時候因為文化的習慣 還有使用言語詞彙的習慣 我們在翻譯的時候沒有辦法很精準 這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在翻譯的時候有兩個大方向 第一個就是造原詞彙 然後直接直譯 這個是一個方式 第二個就是依照他的意思 然後用我們自己本土的文化跟語言 然後重新去翻譯出來 那像這樣兩種翻譯方式 最後就是還是都是我有些差距啦 所以如果最後你在看的時候就說 魔王他原來講的不是這個意思啦 他明明講的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就要搞清楚一件事 魔王其實都聽得懂也看得懂 那為什麼魔王會這樣翻譯呢 只是為了讓各位變態能夠方便理解就好 因為網路上的魔人很多 所以魔王這個部分一定要講清楚 不知不覺我們今天到了第10關 就是開始的後半段 我們要打的目前這個是入奧 這一台戰艦雖然看起來很厲害 很大直 但實際上他在歷史上面是 從來沒有真正的好好參與過什麼 重大的戰役或栗戰功 他會壞掉是因為齁 就是他的武器是自己齁 產生意外爆炸 這個就沉下去啦 反正就是很見鬼啦 好啦那我們就要到第11關去啦 說到卡普空不明要講一下卡普空跟SNK之間的恩怨 在卡普空這間公司還沒有成立之前 卡普空的社長石本憲三 因為考察了遊戲機的市場 認為實在大有可為 於是在拿到了跟TITO合作代工太空侵略者機台的業務之後 找來了許多金主投資他的公司 就是IRM諸市會社 其中包含了後來創建SNK的富商高糖良研 而在石本憲三的帶領之下 金主門的投資很快就獲得回饋 當年便到達了損益兩平的程度 而四年的銷售更超過了五億日元 後來在1982年 IRM諸市會社擴充資本之後 直接更名為Irene 對 就是開發異形戰機跟最後人到的那個Irene 然後一間公司不賺錢的時候問題不大 公司賺錢的時候問題就跑出來了 後來因為經營理念的不合 高糖良研緊急召集股東大會 指控時本他挪用了會社的基板 謀取私利 後來身為社長的石本憲三 就被掃提出門了 然後這才成立了我們所熟知的卡普空公司 那麼Irene後來繼任的社長是哪位呢 就是高糖良研 於是卡普空跟SNK在發展過程裡面 發生過多次互相針對心的惡意挖角事件 如此殘綿不休的糾葛紛 也算是日本遊戲產業界的一段佳話啦 好啦我們現在已經到第11舞台 這第11關的後半段 一樣大飛龍就是 只要在中間重複的一直射 那個這些轟炸機最後就削起來 基本上這一關在過的問題也沒有很大啦 那我們就是足以的把每一個轟炸機給射爆 那在這裡就是如果說你自己要重新再體驗一下這個遊戲的話 比較重要的還是就是必須要把敵人出場的順序都背起來 因為在那個年代很重視的就是背板 然後再來就是越玩到後面 雖然我們的那個能量的數值越來越高 可是相對的也就是在消耗的部分也比較大 那我們這個部分就是要好好的掌控一下狀況 好啦不知不覺我們這裡也過啦 你看作戰成功大飛龍脊椎的破壞力百分之百 那我們就要進入到第十二關去啦 1983年是卡普通成立的那一年 但當時正值美國 阿塔利遊戲大蕭條的狀況 遊戲產業一片愁雲慘 但許多知名的遊戲廠商正透過大規模的裁員跟減輕來 好過漫漫長夜 例如當年的KONAMI就直接採檢了四分之以上的員工 這些人當然都跑去了當年剛成立的卡普空面試 而石本在草創時期就不拘一格的高薪聘請了許多 從其他會設跳槽的年輕精英 比如說知名的鋼本騎吉 成員德朗跟船水技校等人 他們日後都成為了支撐卡普空事業飛越發展的核心 所以卡普空領導者石本的資人善任實在是功不可摸 而當時的日本產業界其實抄襲之風盛行 千篇餘的低品質產品充實使得消費者非常反感 而四分線三對於電子遊戲雖然一竅不通 但他認為卡普空只有確立了讓他人無法輕易模仿的風格 才能在市場上離主於現在開始重用這群年輕人才促成了 像港本騎吉的1943還有藤原德朗的魔界村等 快智人口的遊戲名作問世 這兩款遊戲的共通之處就是難度的控制上非常到位 初學者一旦掌握遊戲的基本竅門之後 便會深陷其中那一隻吧 這也是後來卡普空遊戲一直延續的優良傳統 來遊戲進行到這一邊 我們進到這一關的後半段了 一樣也是一邊要閃躲敵人的撞擊 另外一邊就是要攻擊我們的相關的戰艦 然後這一關開始比較明顯了 就是從後方出現夾殺你的小飛機變得變多了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如果你有背板的習慣的話 稍微背一下要閃躲應該問題不大 不然就是攻擊劍跟特殊攻擊劍兩個一起按 然後你就可以做空中翻滾這個動作 直接翻到敵軍的後方 然後再進行射擊就好了 那很多變態跟魔王就是反映說 他們當年在玩的時候 最後就死在那個大河這一關 所以魔王可能就是這個無敵版的 那個遊戲介紹影片 結束之後 然後魔王會另外錄一個攻略大河的 快速攻略的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那應該這樣子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啦 好啦 那我們這一關三層 也被我們集成破壞力一樣百分之百 那我們現在要進行到第13關去啦 後來卡普空再收獲了 魔界村、洛克人、戰場之狼等遊戲作品的成功之後 在玩家間累積了良好的口碑 在與任天堂的合作之中 對任天堂的攻順迎合態度 更使得卡普空成為了 任天堂六大特許軟體廠商之一 也因此在任天堂遊戲上市的檔期安排上也大佔便宜 然而社長斯本憲三並沒有把巨額的利潤 用在營造辦公大樓或拿去胡亂揮火 反而將全部的財力都用在開設遊戲中心 還有投資開發全新的街機機板 據統計在1987年就同時在歐美成立了分支機構 並投入了10億日元開發新型機板 卡普空Play System 1 簡稱CPS1 CPS1機板的誕生古異對於卡普空 跟遊戲圈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對應CPS1機板的首部作品就是知名的世界末日 該遊戲當時最高水準的畫面跟音效的結合 讓玩家產生了勝利其境的感覺 不管是系統畫面音效就達到了當時同類型作品的最巔峰狀態 自此之後卡普空即將接機遊戲的開發平台 完全轉移到CPS1系統裡面 數年之間開發了像是大摩羯村、尚未密令、昏食天地、快打旋風等 許多的經典作品 好來 我們現在到達了這一關的後半段 也就是第13關的後半段 一樣就是要陸續的去進攻後面的這一些 那個護衛艦隊啦 那這一關其實到這裡已經到遊戲的相當後面了 遊戲一共也才就是16關 然後這裡就是已經倒數第4關了 後面只剩下2、3關 基本上就要結束了 那在玩這個遊戲啊 如果說是像那個 敵人如果是艦隊系的 最好是一出來它在畫面的上方 你就要趕快先把那砲台都打掉了 這樣子它投射出來的防空砲火 跟子彈會相對少一點 好啦 那我們用雷射的關係 所以很快的也就把這些打爆了 那我們就要進到下一關去啦 你看一樣作戰成功 昌龍被擊沈啦 破壞力是100% 那我們就到第14關去啦 好啦 各位變態 我們到達倒數第3關了 要對付的首領就是一樣是雅野 至於雅野虎這個角色 老變態都知道 雅野虎在前作1942就出現過了 那麼當然1942的製作人 也就是卡普空的執行董事鋼盾 然後他在參與一個老電玩節目 Game Center EX裡面就提到了 雅野虎這個角色的由來是怎麼回事 其實當時也會服務在卡普空的 女性音效工程師 名字叫做生安野子 日文的發音就是 毛利阿亞康 那因為他人的體態比較大隻啦 所以在開發1942的時候 開發小組就想說 哇 我們應該要讓一個巨大的敵機角色登場 這個點子 後來就直接用這個同事的名字 來給這個巨大的頭目機命名啦 也都是命名叫做阿亞康 就是雅野虎嘛 因為發音都一樣 所以從現在的角度看起來 如果我們拿同事的身材跟性命開玩笑 這個會被叫做職場霸凌 但是在30多年前 似乎很流行這個點子 因為我們在看前前那個魔界村的時候 紅耳魔的命名也有類似的狀況 當然阿 剛本也在節目裡面提到 當事人對這個事情其實也有點不爽 遊戲上市之後 亞野虎這個角色 非常巨大的敵機 充滿了巨大的存在感 讓玩家們印象深刻 從此之後 亞野虎就成了這個系列裡面 一定會登場的重要角色了 我們玩到這一邊 也差不多要打亞野虎啦 最後一次 可以射個兩下 他就直接插起來了 好啦 那我們這一關就過關啦 脊椎率一樣是百分之百 我們現在就要進行到第15關 第15個舞台去啦 來 各位變態 魔王的遊戲頻道開設到現在 靠的都是熱情跟興趣 而且一開始就明確的定位 這是一個中年阿伯的歲歲年 因為一個人的年紀大了 對社會人生家庭生命感情 都有很多的壓力跟不爽 回想起來 反而是以前無憂無慮的學生時代 最值得懷念 魔王年輕的時候 其實就不想念書啦 心裡都放在打電動上面 其實魔王這個人做事都很認真 打電動這件事當然也要很認真 如果各位老編太常看魔王的影片 應該就可以感受得到 打電動這件事對魔王的影響很大 因為魔王可以坐在電視機前 每一次打15個小時以上都沒問題啦 那魔王自己就清楚了 我既然打電動4幾個小時 都沒有問題 那林北要來做其他的事情 也當然沒什麼問題 所以後來出社會 像是要修改資料庫裡面幾千筆的數據啦 一次要修改幾百張圖啦 或幾百張網頁 交到魔王的手上都不在話下 因為以前就被這麼多鬼畜型的遊戲給虐冠了 所以後來看什麼 醫學臨床報告實驗數字 專有名詞翻譯 營收的數字預估 根本就是小菜一邊 所以只要每次覺得這件事很擊掰的時候 魔王就會開始想 他媽的就連野球犬的梅亞 最後在我面前都脫光了 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能難倒我的 所以打電動這種事情 對魔王來說 就是一個磨練星星的事 所以在我們家 兩個小孩子都是隨便你打電動 你愛怎麼打 就怎麼打 但是你如果不認真打 魔王就會不爽 結果曾經小孩子要玩洛克恩一代 一直說自己沒有辦法過剪刀的那一關 魔王後來就大抓狂說 你們兩個兄弟如果20分鐘內無法通關 我會把家裡的電動全部砸壞 以後你們就不用打電動啦 10分鐘之後他們就過關了 後來像魔王還教大兒子 就是玩星際大戰戰場前線的時候 那一年他才小事吧 就一個人在線上殺了60多個連線的大人 所以魔王說了這麼多 只是想要跟大家講 你如果要變態 就要從小養情 因為長大想要再變態 你就來不及啊 我們繼續玩到這邊 已經到了攻略長門的後半段 這邊在打也沒有什麼難度 有青菜趴趴就過了 你看 他就割起來了 好來看 我們現在長門的作戰成功 他的集成破壞率一樣是百分之百 那我們就到最後一關大河去啦 好來我們現在終於到最後一關大河了 這一關的難度就是 公認在1943裡面難度是最高的一關 敵人出來的順序啦 數目啊 然後子彈的那個密度啊 都是整個遊戲裡面最難的部分 那 因為我們現在在玩的是 魔王友開就是無敵啦 然後 所以 之後魔王友時間的話 會再拍一個就是 如果你正常方式遊玩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過大河這一關 因為呢 就是 有的變態反映說 他當年就是在大河這一關死的很慘 但其實這個一下玩的概念 也就是敵人如果太多 阿里頭絕招放一放 寧願絕招放一放 這樣比較不會就是被撞到 一次損了血也損太多 那我會覺得其實這一關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啦 只是麻煩的地方在於 你玩到這一邊如果要接關就沒有辦法接關 因為當初接機設定就是這樣 實際上1943的這個遊戲就是接機版的 魔王覺得他的設計是非常優秀的 特別是在歷史上面 這一些知名的艦隊 還有就是戰艦都有實際出場過 後來所出的續集1943改呢 他就把其中的某一些 艦隊的名稱可以改掉 因為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有一些抗議事件 據說當年的抗議事件也是鬧得蠻大的 所以就是變成這個系列後來再出的時候 就是製作小組考慮的東西 考慮的非常多啦 這要怎麼說呢 以前的遊戲呢 就是跟現在相較之下 就是還是相對的比較自由 雖然有很多人看 你看他1943也是照上 不像現在很多遊戲在製作的時候 毛特多 一下子不能夠歧視啦 一下子有種族的問題啦 然後還要政治正確啦 這是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很多餘的了 好啦我們現在在看大河啦 你看蠻多砲台的 因為我們用雷射這樣射射很快就過了 好啦那我們現在這樣的破台啊 大河集成率跟破台一樣是百分之百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通關破台畫面啦 就是通關破台畫面啦 就是說1943的美國的海軍 然後針對了大日本帝國的武裝勢力 然後在中突島戰役裡面呢 取得了太平洋戰爭的重大勝利 然後就說這都是因為有兩個很厲害的駕駛員 然後才能造成就是這個可歌可泣的事情 那實際上呢 說實話啦 就是中突島戰役是在1942年發生的 這個東西會出來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想要做一個續集啦 所以歷史上面真正發生戰役是提早一年 那關於戰爭這件事呢 魔王想要說其實 戰爭這個事是不可取的啦 其實人們如果能夠和平的生活 不管整個狀況再怎麼爛 都應該要繼續維持和平的 但是歷史告訴我們 人類就是無法從任何歷史的教訓裡面 獲得任何教訓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魔王覺得 還是提倡和平啦好不好 這個吉他都假講的都故事 好啦那這款遊戲就為各位變態介紹到這裡啦 這一款也是當年的名作 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懷念的 那整個影片的時間也相當長 我相信這個也有很可能 瀏覽率也不會太好 但是隨便 魔王就是要做我爽的東西 那這個遊戲就會大家介紹到這邊啦 下次有機會再幫大家介紹一些有趣的遊戲影片 我是魔王 一個外表跟內心一樣變態的中年阿伯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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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